Uni for my baby It's the middle of the Tobacco Waii 1990年的藍哥我沒有研究 你可能要問一些競選團隊 藍哥通常 我跟你講有在比較常在參加選舉的 像高雄那一個地區 短時間內投了三次票 那個地區你可以去問一下 藍哥這車的問題多不多 喔對今天那個 我要 幫幫那個一個網友 我真的覺得 在那邊教大家什麼二手車 跟大家分享一些 二手車有的沒有的東西 我覺得當中有一個非常非常 這個算是 附加的價值就是 會認識到很多 很多很棒的網友 粉絲朋友 其實我不喜歡 叫人家粉絲 很多人喔 來到公司 喔小絲 我跟你講 起手勢就是這樣 喔你本人比較帥 喔小絲 我是你的粉絲 你本人比較瘦 喔小絲 我是你的粉絲 你本人比較高 阿現在是怎樣 泰山他們他媽的 到底是把我拍得多醜 那些後製的 到底是他媽把我怎麼弄的 弄到每個看到我本人 都說本人比較好 是怎樣 其實是正常的 就是看好事 欸不是 說好話 做好事 要不然見面不知道要說什麼 第一句話 起手勢一定要說 你本人比較帥 一定要 這一定要 不管有沒有比較帥都要講這一句 哈哈哈哈 剛剛講那個附加 附加的那個 就是這個啦 我拿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個 水蜜桃 補禮的 自己種的 你看多漂亮 一個一個蜜桃小屁股 你看 哇 你看這蜜桃有漂亮嗎 你看他這個 屁股的折線 哇 你看 這個我最喜歡摸這個折線 有沒有 哇 放在鏡頭前面 然後這樣收會不會被 被黃標 大家去 很漂亮啦 糞鳳蛇 他寄了兩箱過來 不收錢 欸 等一下 我解決一下 事情好了 一直打 喂 嗯 啊 有盲點嗎 對啊 還有陽春那雙鞍的 還有未來中的 我跟你說啦 你如果官級的應該18萬 那如果上級級的 還算是16萬 好不好 好好好 恆溫 恆溫也是 對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好啦 這機會教育一下好不好 同行打電話來問行情 阿 阿為什麼我表情會怪怪是 頭腦裡面在計算那個 車子的年份價格 等級 配備 產值 在一瞬間有沒有 這10秒鐘之內 同行問你幾年的 什麼車什麼顏色里程多少 然後你就要10秒鐘之內 回答他 什麼等級什麼配備 剩多少錢 阿為什麼要思考 我跟你講 同行之間做生意就是這樣 你價錢爆了就是爆了 像我剛剛說 陽春十五六萬 頂級的十八萬 你如果十八萬的話 來 車子沒問題 你就是要十八萬跟人家買 對啊 爆錯要交阿 你價錢爆錯你要跟人家買阿 因為人家用你的價錢出去 估的阿 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爆錯阿 爆錯你就要交阿 欸對這個水蜜桃齁 怎麼買 去可以去收 欸這個業配沒有收錢的 我只是單純說因為 我本來說齁 其實我遇到有一些傳訊息來說 欸我是你的粉絲齁 然後我寄茶給你喝 我寄水蜜桃給你吃 有還寄海鮮來的什麼 我第一個反應我說 欸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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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來 我跟你買多少錢 我跟你買 好那有一些默默的 他會堅持他就寄來 不過通常就是我 我都希望說沒有關係 對啊你 你也是一片心意想要請我們 對不對那你既然敢請我們 那我付錢買也 也 也沒問題嗎 那可是他這個就堅持不收錢 他就寄來 然後我就只好順便幫他 不要說宣傳阿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樣 大家要買的話齁 可以去找他買 這樣好不好 啊自己種的 我們就支持一下 對不對 他的那個 你可以去FB齁 找他訂 這個FB 你找這個人 你嗆我的名字就好了 媽的賣你貴 你讓他跟我說 好 RockRock 齁 去灌爆他的粉絲頁 啊不是 哈哈哈哈 齁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 買水蜜桃的齁 你就私訊他報我的名字就對了 我就喜歡這種感覺 那個客人跟我們買車 對不對 他開餐廳的 我們就去他餐廳聚餐 對不對 去他餐廳聚餐 一群人去吃吃喝喝 搞不好對不對 也可以多送我們兩盤 兩盤水果盤 齁 打個九折 我可以吃你的食物到底是什麼 啊我老婆的粉磚啊 沒有什麼啊 不過我昨天啊 啊我跟大家分享好了 我昨天有遇到一對 男女朋友齁 那他們要買他們人生中的第一台車子 我在那邊跟大家做一個分析好不好 他說他們原本都租車 後來租到最後他們覺得租車的費用實在是太高了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我最近覺得我還蠻常講的 上個禮拜我遇到一些客人 蠻多客人都遇到這樣的問題 他本來都在租車 那其實我跟大家分享 其實你如果買到正確的二手車 我可以跟你說 我覺得比租車還要划算 比如說齁 後來我講後來我建議他們買Vios最簡單 因為他說他們他們出去租車也都租Vios 或者是那個叫什麼 Puris那種耶 所以他說他們對車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需要他什麼很帥啊 空間也很大 因為兩個人而已 他們唯一的一個出發點就只有經濟 齁 不要花他太多錢 那我說Vios沒什麼好講 我換算給你聽齁 Vios 我們算開兩年就好了 我假設我現在現場有一台2012年 我記得是賣238000元 假設你開兩年之後 你要賣掉 我覺得我現在往前推 2010年的Vios現在在收的價格 應該還有15萬16萬 238000我們算24萬就好了 24萬你減掉 16萬 好我跟你說兩年後 算便宜一點15萬好了 那等於說你開了兩年齁 你會有9萬的價差 開兩年就折9萬 那我算給你看齁 9萬再加上兩年的稅金是24000元 然後他持有兩年折了9萬再加上 24000塊這兩年的稅金 所以是114000塊 114000塊 折價加上兩年的稅金 那當然有錢不要算嘛 你租車也要有錢啊 那你還要多一個保養 那假設一年開15000好了 齁 兩年開3萬 每5000保養只要保養6次一次2000塊 再加18000 保養費兩年18000 這樣13萬2000 好 那你如果沒有停車位 要租 哇那就難算了嘛 因為停車位有的是15000 有的是3000 有的6000 停車位我們暫時不算 好不好 齁因為你租車 你可能也要有停車位停 好 我們就以這樣算就好了 保養 齁加上折價 加上稅金 我們去除上 那個 欸365x2是多少 730嘛 除以730 欸一天百倍 一天180塊 啊你怎麼租車租一天180 你去哪裡租車租得到一天180的 沒有我當然我們前提之下是 你有用車的這個需求嘛 昨天來的這一對男女朋友 他們就是有用車的需求 所以他說他們太常租車了 所以他們租到覺得說 好像是不是買車會比較划算 所以他才來買 齁這樣的情況之下嘛 啊當然你沒有用車的需求 你一個月可能只開一次車 那你去買車 就不划算了嘛 你要租車嘛 對不對 可是他們就是因為 他們 算一算覺得他們 真的很需要用車 日常生活 所以他們才來想說看二手車 所以齁 我昨天現場我也跟他在那邊算啊 算到最後 欸覺得真的比租車划算太多了 而且你 你是隨時擁有一樣東西 你想出來就出來 想進去就進去 對不對 跟胖虎小夫一樣 齁 反正這個是跟大家分享 有時候 很多人會說折價折價 有的人說啊你買了車以後 賣折價折多少 沒有錯 可是在二手車來講 其實 你稍微算一下 出起來啊 其實沒有那麼的可怕 沒有那麼可怕 沒有那麼可怕 你如果使用度高的話 齁 那當然啊 中間我剛剛講了 停車費最難計算嘛 買一台車 你家那邊的地段 黃金地段天龍國 那個車位一個月要六千 那我真的 我也沒辦法啊 你怎麼車位這麼貴 真的啦 方便很多啦 你像我 你說租車啊 像我住在山上 我去哪裡租車 齁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以去精算一下 但是前提 二手車還是有一些比較 危險的地方 沒有啦 可是那個前提之下 是我講的啦 不要有停車位 不要買錯車啦 那當然要他 呃 他是Vios啊 他是日系的國產車 我覺得才有機會 你去買到一些冷門車 那個折價跟 保修是無法預期的 可是那個感覺都好像 30萬買不到啊 Golf也有Worgan啊 可是好像也買不太到啊 30萬也買不太到 一九一三十萬也買不到啊 Mondell好像也買不到啊 哦 伊莎姆喔 伊莎姆聖Worgan嗎 伊莎姆腦神 伊莎姆一定是 一定是OK的啊 其實蠻少的啦 那個年代 Worgan車其實 好像蠻少的 日系1.8 CAMBLE TINA不好養 純粹稅金問題 其實 我覺得是這樣齁 你如果以Toyota或是日產的車啊 你當然 一千六一千八的 零件的 費用 一定會比兩千還要便宜 你即便是Toyota也一樣齁 阿提斯的零件價格一定會比CAMBLE便宜 GOLA跟ASIO會不會很難交料 不會啊 那很多修理廠還存在倉庫裡面等你來叫 VAG高折價有幾個原因齁 第一個是那個 他原廠本來就會給很高的折扣 好 如果大家現場的觀眾朋友有買過這個VAG的 車系啊 你會發現他們的定價 跟他們實際成交價其實都有一個落差 VOVO其實有時候也很誇張 他們那個促銷是促銷到誇張 媽 國產車齁 折十萬算多了 我跟你講 那個常常二十萬三十萬在剩 真的 定價齁 跟定價比起來媽的 二十萬三十萬在儲的 你知道嗎 好 那可能他們自己策略庫存量有關係啦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決定 所以首要齁 首要就是第一個 他二手車價不好的第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太平凡性的去用高折價促銷這個動作 影響到二手車價 那第二個是當然很多人買二手車齁 我常常在講 我喜歡賣的二手車是 好照顧的平民的代步車 我賣給你這個車在幫助你的人生 你很少修 修也不貴 也不會什麼大問題 所以他大部分都會是國產車 日系的車子 為居多 相對你這一些進口 Volvo 福斯奧迪雙B的一些老車 給這一些想要代步的人 他們就比較不願意去買 因為他覺得風險比較高 保修 後續保修 會比較貴 你像S5大家都說 哇這個價錢好便宜喔 問題是 大家會擔心 修理零件貴 養不起 小毛病多 好油 甚至有的稅金高 所以他就顯得沒有那麼好賣 沒有那麼主流 只有一些特定的族群 看到他想要的地方 比如說S5來講 一定會有人想買 我跟你講很多人就說 哇這個車稅金那麼貴 誰要買 我跟你講一定會有人買 我只是在找同溫層而已 對不對 總會有一個跟小事的想法接近的人 出來把這個S5買走 對不對 只是說這S5不是跟你同溫層而已啊 因為這些原因而造就他二手車市場後手的接受 比較難賣啦 應該講比較難賣 齁 零件比較貴 保修比較貴 比較好油 啊不是一個主流的代步 所以說 折價很高 雷諾我跟妳講齁 雷諾我出道的時候 我在這個行業的時候 那時候是那個 TWINGLE 齁 那TWINGLE很帥喔 上面整片都軟棚 拉開的 以前很流行啊 你知道 大家有沒有人知道 以前的老March 舊March 也有出敞棚的 屌了吧 屋頂全空 然後是一個那個 Panabo有沒有 帆布 黑色帆布 像那個 Buster的軟棚 黑色的帆布 整個屋頂可以拉開 March以前也有出 可是喔我有一個同學曾經 那時候在高速公路開TWINGLE 開開開開 底盤 掉了一塊 鐵板 因為他底盤生鏽嘛 結果 剎那間他的腳 踩那個地毯 陷下去 他的那個 駕駛座 腳底板的那塊鐵板掉了 鏽到 整塊掉在高速公路上 他差一點 腳懸空 好險有那塊地毯 要不然他腳就懸空開了 整片掉下去 坑欸 好我跟大家分析一下Fit齁 Fit從2008年第一批開始齁 一直出到2013年 這個是屬於第一代的 中間在2011年的時候 有做過一次的小改款齁 小改款 比較大的差別是在於 增加兩顆氣囊 還有他有這個 恆溫空調系統 有增加恆溫空調系統 好那大部分他有分兩個等級 一個就是有快波 一個是沒有快波的 應該都是這樣分的 那我們現在如果要買2008年的 車礦好的一個Fit 大部分都會在20萬起跳 我相信沒有20萬的Fit 我覺得賣出來應該都要25以上 如果車礦在 不要說非常好 中等的階級以上 你現在買一台Fit 08年一定要25以上 我指的是頂級的好不好 可是其實陽春的我不見得 我覺得他不見得會賣在25以內 只要車礦是中等的都要是這個數字 那你說要注意什麼東西 Fit這台車很耐用 那我覺得你要買 我們除了一般簡單的事故啊 泡水的判斷啊 里程數的判斷等等以外 你要特別注意一個就是那個 有沒有被改裝過 不要去買到人家改裝過改回來的 那車子有時候會很糟 那我覺得那個車板經也很軟 所以你一旦有一些事故 你看那前兩天我就有看到一個網路上的影片嘛 一台Fit啊 發生車禍 前面那台好像是BMW吧 後面那台好像是Porsche吧 然後Fit前後都扁了 然後另外兩台都沒事 所以他一旦有發生過一些撞擊的話 會蠻嚴重的 目前看起來Swift也蠻神的 因為你看齁 現在如果你要Swift當初第一代是從2005年開始賣 新車才56萬 2005年一直到2009年才改第二代嘛 那你現在要買2005年的Swift 有IKEY的等級 通常都也要在將近20萬 也要在差不多20萬左右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你看 剛08的Fit25萬起跳 啊這個05的Swift也要差不多20萬 所以這樣看起來Swift其實也是蠻保值的 好當然我們都我們現在在評斷這一些 跟大家分析這一些數字啊 車子的行情啊 價格年份啊 我們當然前提之下是 車礦是在至少要在中等嘛 好不好 因為車子越舊 你看05年的Swift 問題是車礦啊 車礦啊 那我反而覺得其實 舊一代Swift問題還比Fit多 你Fit08年的我還沒遇到那麼多問題 但Swift其實 05年的喔 我有遇過比如說引擎會吃水的問題 它可能真的是老化了 那個水道可能都已經不行了 然後也遇過就是會抓水溫啦 會抓溫度喔 然後Swift有遇過像那個 壓縮機也很會壞 然後底盤 呃三角架啦 那個避震器啊 其實都 我們不能怪它 因為05年15年 有可能喔 這些車主開了十幾年 都沒有換過這些東西 那你接手你可能就要 就要準備要修了啦 那Fit我坦白話講 我目前評估起來 我覺得它的零件耐用度真的蠻高的 油電車的二手車教會 因為電子影響會 會 一定會 雪鐵龍如果要買新車 左三綠長期持有 我跟你講啦 你要在台灣買標誌 買雪鐵龍 買雷諾 買那些比較冷門 甚至以前的歐寶這些車 Saba 以前的Saba這些車子 你就是 你要有絕對的 對這個車有絕對的愛 你也一定要有這個認知 你沒有絕對的愛 你不要買 因為 呃你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長期持有的角度真的 真的 真的會比較 會比較麻煩齁 無論是保修 你像雷諾啊 雷諾我記得之前是玉龍代理的啊 他撈不到錢就放個倒了 有沒有 你在外面你料也不好拿 然後什麼 我覺得很多車主是這樣 所以 我說有一些在論壇上面 大家在爭吵 就像我們在 我在長 在講那自己 我跟你講當然有很多那粉 說不會啊 我換個三角架 我等一個禮拜而已啊 幹 等一個禮拜是正常的嗎 所以代表什麼 他有愛 他等一個禮拜 覺得還好 你懂我意思嗎 你愛你馬子 你跟他約好八點 他九點來 你OK啊 對不對 反正 對不對 等一下好好的處理一下 對不對 啊 你對這個東西沒有愛的時候 等五分鐘 你就來 就叫啊 就像你老婆娶酒 你就對你奶活又來沒耐心 銷售員說有渦輪的都停售了 是新的環保法規關係 可以說明一下嗎 為什麼 我沒有聽過什麼渦輪停售啊 哪裡渦輪停售 福特1.0停售 可是他有1.5的渦輪啊 到底是哪個業務跟你媽吹喇叭 好想知道 我剛進這一行的時候 我到陳德路的二手車行 然後賣車 然後那時候賣車 業績都不是很好 我以前換過幾千公司 其實業績都不好 業績不好到 我會思考說 我是不是不適合這一行 然後私底下呢 你跟這些學長同事啊 在聊天當中 你就會發現 你只要 臉皮夠厚 我講實在的 我不是在批評他們啊 有時候以前是這樣嗎 你要做業務 你就是要臉皮夠厚 然後 你必須要 能講出那種 你不會 你講出一些很豪小的話 你都不會不好意思 真的是 你真的會 背天會賺地 在你講 真的你口才要很好 齁 然後不管真的假的 人家都搞不清楚 你說的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然後你的業績就很好 你就很會唬爛啦 就是賣的時候齁 真的是 三面不好意思 真的 三面不好意思 那個是真的 我其實我常常在 嘴巴講出來的 好像很好笑 可是其實都是真正的故事 居多 真的真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那你是不是在做業務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這樣 後來 我真的沒辦法 我也來 我常常講一句話 我這就是 臉皮薄 愛餅柱 我不喜歡被人家打臉 對不對 就跟 我不喜歡在 我常常其實一段時間 我會在網路上搜尋自己的名字 齁 然後去這個參觀比較一下說 網路上給我們的評價 有沒有不好的 對不對 有沒有我們可以改進的 甚至有沒有他講的不好 是他虛構的 對不對 我們常常我會去注意這個東西 所以我真的是 我是真正 我不是在開玩笑 我不是節目效果 或是在宣導什麼東西 我們是真的臉皮比較薄 所以我受不了說 我說的話做不到 或是什麼 真的真的 所以我就因為 我正是 正正就因為說 這樣 所以我 我其實有一段時間 還蠻長 還蠻想放棄這個行業 因為我覺得我可能 不適合 因為我覺得這樣就賣不好 我就不適合 然後很多學長都賺到錢 然後就出去開車行 一個一個都出去開自己的車行 真的啦 那時候那個年代 你二手車你只要真的夠 夠虎爛 夠虎爛夠會獎 一年兩年的時間 你就自己當老闆 你媽真的很好賺 真的很好賺 所以我常常在講 好賺的時候 我們沒賺到 不好賺的時候 我們就勉強維持營運這樣 我就以前常講一個親眼所見的故事 我在一個同行聊天 然後那時候他們來了一個客人 然後說在網路上 看到一台 2014年的 artist 然後 他們PO賣價PO18萬 很便宜喔 2014年artist隨便都要三四十萬 然後客人就來了 他就跟他的員工講 人家來你吃不吃不吃 後來回來說 他要來看一家artist 老闆就在裡面笑 我說你笑什麼 他說 那artist 他五年耶 十八萬人家真的來 他真的要買 去哪裡找你找給我 可是那個業務很厲害 我就坐在那邊聊天 後來業務就把客人帶進那個會客室 然後我看他 在簽約 我說簽約了 後來那個 簽完那個業務來 我說 不是沒有十八萬的artist嗎 他說 喔沒有啊 我叫他買07的pasa 我看 這樣也可以 他 客人看到 2015年的artist 18萬 按來沒有 然後 後來買了一台07年的pasa 離開 屌了嗎 我都沒有辦法想像 怎麼做得到 你知道嗎 我很想要 拜他的業務為師 如何能夠做到說 媽的 他要來買五月天的專輯 結果拿安心亞的回家 看我不會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超強的好不好 真的 我很想拜拜師啊 真的 我覺得好厲害喔 超強 我沒有那種能力啦 所以從以前 如果有跟 跟我們的頻道 或是跟我們粉絲業 部落個比較久的 朋友都知道 我就是 我有一個東西 然後我要賣多少錢 他是幾年份的 然後我就po出來 就是我要賣這樣 然後我也不會去po 我沒有的東西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也不會去po假的東西 因為我怕客人來 要我說謊 我就覺得很奇怪 反正我覺得ok啦 就每個人的做生意方法不一樣 人家有他的本質學能 可以在這個行業裡面 生存的下去 對不對 那我印象很深刻啦 很多啦 上次還來一個 忽然齁 我那一天我好像在 在跟同事在開會 然後忽然我們就有一個 服務人員進來跟我講說 欸小師哥有一個人齁來看車 我說喔阿怎樣 他說你在五年前有救過他 我說我救過他 我有救過他 我說欸我忘記了欸 後來看到他就有見到面 我說我還在認還在認還在認 好 因為想不起來五年 我就一直看很眼熟 還在認還在認 他說小師哥我就是五年前啊 我被人家壓著去領錢 買了一台我不想要的車 然後之後 我有幫助他把他那台車 處理掉 反正那個過程也是他媽的 拍案叫絕 反正簡單的就是 也是看了假廣告去 結果被 被兩個小弟喔 壓著去領錢 訂了一台他原本不想買的車子 那後來他買的那個車子 他養不起 是一台養不起的車子 然後他就拜託我幫他處理掉 那我幫他處理的價錢還不錯這樣 我已經忘記這件事情了 後來他跟我講說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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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有有我就想到了 那我有時候這種事發生 我會覺得 也蠻開心的 這種五年前的 五年前的事情 然後他還記得 他說小師哥你搬家 我都一直在關注 我知道你搬家這樣 然後他說現在有 有需要了 所以所以我就來找你這樣 我說喔 五年耶 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啦 那這是真實故事 我沒有在唬爛的 如果這個人 我甚至可以說 如果這個人現在在線上看直播 你記得跳出來 好不好 記得跳出來 真的啦 真的有 我想起來喔 後來他說這件事件 我有想起來 因為他這事件很誇張啊 被壓著去領錢 這真的很誇張啊 看到他就知道要幹嘛 你知道嗎 對準備下播了 對不對 最近有收到比較特別的車 明天要去看一台金龜車啊 往往從中出梯不會再賣了啊 不會再賣了啊 接下來會出新的啊 我大概跟泰山講一個月了吧 目前是還沒有看到新的 估計等泰山開始動 我們要做長袖的了 不是 金龜車比較少看到是還好 我明天要去估的金龜車是 1972年的 好不好 沒有冷氣的 後製引擎的 對啊 明天晚上要去看 我明天要到那個 ANA 全日本空書什麼公司 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座談會 好不好 所以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要去準備明天座談會的資料了 好 明天下午去 座談會之後就會去 看這一台金龜車 好 那會拍影片 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換了中古避震器過坑洞 有意義什麼問題 就是你買到 壞的中古避震器了 好不好 Well You know what A2不平也會有 那就是避震器 你買到壞的 A4 可以買 可以啊 車況好都可以買啊 好不好大家晚安啊 好 好 準備明天的資料了 大家晚安 再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